音樂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Channel 魔術師大利燈的時間 今天又是郵輪編 好開心喔 大家看到後面 後面的是藍色底,白色船身 有沒有看到是甚麼船呢 那冰姐不是這樣的 有些不是這樣的 現在是在郵輪馬頭 就是這個Celebrity Millennium 明人千禧號 今天不是上船 我們只是受邀請上船 我6月去Yoko Harma 就會上這艘船 因為我們怕大家等不及 所以立刻上來拍給大家看 船上甚麼設施 又或者拍攝船的外觀給大家看 這艘船是九萬一千噸 二千年落水的 2019年重新翻新過的 看看是否仍然這麼新 好期待 因為我們接下來會上的 所以這次都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 而且不用到時上船才來上船 現在自己上船 現在自己上船 趕快點時間 可以上去馬上玩 沒錯 就想定個攻略和大家介紹一下 不過那程13天 其實有盤摸鎖 但是不知道 但其實真的心急 今天都參觀了給大家看 如果接下來想上這艘船 之前有Facebook也出過 有一程行程 五月頭是很優惠的 如果看過很棒的 都可以報名 最棒的是甚麼 最棒的是現在在香港 可以上到這艘船 對 之前我也上過Celebrity的郵輪 在2015年 我們就在威尼斯 看煙火節 上哪一艘 威尼斯那次是Constellation 星座號 對 那次就進去威尼斯 那一艘就能進到 在甲板裡看煙火節 因而2018年的時候 我們去哪裏 好棒 那個是巴西 我們在坐船 就是Celebrity Infinity 無極好 那次也很棒 因為在巴西看嘉年華 還有很多南美地方 都是靠船 所以很喜歡Celebrity 這個品牌上面的質素 非常之高 連續留在巴西里約三天 對 超過三萬 可以盡情在那裏玩 還有看嘉年華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上船 一起給大家看看 這裏有什麼設施 還有有什麼好玩好吃 Let's go 扮完手續登船 剛巧當日 鑽石公主號也在我們前面 今天真的很榮幸 可以兩艘船一起看完 首先上去參觀甲板那一層 當日有點陰陰 但也不阻礙我們的心情 而船尾這個位置 平日在海上就非常之好用 可以曬一下太陽 喝一下東西 聊一下 還有大電視看電影 而這裏有個戶外的運動場 可以打籃球 羽毛球 踢球也還可以 現在去到船頭這個位置 有個疾高池 可否感受到風 大風到 大風到 我們一起參觀 一萬多一個疾高池 就是船頭這個位置 很爽 The Retreat 就是這間船公司獨有的 只是給套房客人享用的地方 它有專屬的餐廳 泳池 Sundead 和Lunch 我未有機會享用 唯有拍給大家看 這裏就是海上航行日 最多人的地方 這裏分開了有兩個小的泳池 和有四個Jakuchi 如果喜歡曬太陽 浸浴的朋友 這裏就適合了 除了室外泳池 還有室內 如果你怕冷 或者怕曬太陽 這裏就適合你了 也有兩個Jakuchi 這裏是免費的自助餐廳 Ocean View Cafe 就是免費的自助餐廳 你看看 也有很多食物 加上這裏的新裝修 給我感覺 有些輕車風 如果你不說 我真的不覺得這船 有二十年那麼久 今天封了膠紙 大家記住 船上的飲品 通常都要付錢 不過真的很多酒喝 看來我下次上來 都要買個飲品套餐 Metroporten 就是這隻船的主餐廳 客人可以在這裏 免費享用早午晚三餐 橫跨兩層 裝修非常漂亮 而且很欣賞門口 這兩張這麼大的椅子 待會參觀後 會回來享用午餐 這間餐廳叫Bull 只有水療套房的客人 才可以進來吃 之前我在另一隻船 都吃過這間餐廳 都不錯 這間餐廳 Lumanae是套房級別的客人 專家餐廳 香港人最喜歡吃的壽司餐廳 這裏一樣有 不過要自費 船上有很多酒吧 讓大家在這裏喝東西聊天 認識朋友就最適合了 Tuscan就是專吃牛扒 是其中一間我幾喜歡的扒房 來到這間我們最期待的餐廳 小王子餐廳 你看它的裝修和擺碟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 登登 你看它充滿動畫的 它用頂頭的投射 投射在桌上 這間也是收費餐廳 除了食物質素之外 還有得玩 有得看 今天來到 就一定要拍片給朋友欣賞一下 有個廣告 看來 套餐廳 塑 我認識這碗 底下 一iges 我總共不只是阻填 我也是想要畫 我還想要想想想想要看 一個顏色 的壁 一、二、三 第二個 essions with the uita 這這是小朋友的樂園 大人只能放下他們多小時去爭取點美短時間 這裏可以訂校你的未來的行程 即使 Patterson Receive 那個價錢都幾乎是 有點優惠 你就要自行rics 而女士等到這裏就不用擔心大다가 金銀珠寶手錶一應俱全 在外國上船,S-C-Day,有很多太太在這裡買東西 Shopping 即是女人的天性 來到健身室了 裝修了之後,擴大了很多 還有很多機組 尤其是對著海邊的一排跑步機,非常棒 上船吃這麼多東西,真的要來做運動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Casino 裡面好像去了動物園,為什麼? 我見到很多老虎 每晚都有很多人在餵老虎 當然還有其他玩的 例如8家樂,21點,俄羅斯輪盤都有 最後來到他的劇院 魔術師是屬於舞台 他的舞台也蠻棒的 我研究過了,在某一個位置看表現是最舒服和最美的 想知道我選了什麼位置,記得看我6月上船的影片 走完一輪之後 我去永安的同事也有介紹一下未來的行程 讓大家可以報名 美衷不足就不能參觀房間 我唯有在網上找一些片給大家看 看看吧 好開心啊,我們已經Visit完了 現在是最期待的一刻,因為很餓 在船尾的主餐廳就準備吃午餐 還有紅白酒喝 大家看到我們的背後超美 這間餐廳的採光度很好 即使在背後拍攝也很美 而且在2019年重新翻身 我參觀完之後 整艘船是比較普遍和光亮 如果很多年前你坐在Servity 都會暗一點 很有程調 還有採光度沒有那麼高 但這次升級之後 採光度高了很多 還有我看到房間 偷偷了 我的容色是很光亮 很鮮明 而且即使是海景房間 窗都超級大 超級大 超級大 不要像我的頭 我成為人 我看到很多間餐廳 現在都有大圓的窗 無論收費不收費都可以有機會坐到開景的位置 我最驚訝的就是小王子餐廳 對 接下來六月我一定要吃 吃爆它 可能吃夠兩餐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上船 一定要光顧他們的收費餐廳 雖然你要給額外的費用 但這些可能在船上才可以吃 又或者質素更好 現在試試煮餐廳好不好吃 這個我們都要多謝 首先就是這個Celebrity 他安排這個Soup Tour 另外就是永安搞的 因為他有很多VIP的客人 所以我們就通過他 我們都是想早些拍這個影片給大家看 讓你們可以早些感受一下 因為你有看我的Facebook 也有推介了五月有一個行程 就是這艘船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就問問還有沒有位置 很期待 因為我沒有船飛馬 也不是因為收了錢 沒有收錢 因為對郵輪真的太喜愛 不過有好東西就推介給你 坐不坐你就自己決定 吃東西吧 吃東西吃東西吃 哇好正 今天午餐廳有龍蝦湯喝 我最喜歡 你是不是知道我喜歡喝龍蝦湯 我排給你 太自大了 好正 吃得比較甜 是不同一點 嗯 這個龍蝦湯很好吃 另外呢 它的麵包也很好吃 還有已經來了沙律了 咦 接下來又有了 噢 看到了 謝謝 幫我加芝士 煮菜叫什麼 煮牛扒 好像是菲力牛扒 好像是 還有一個Seabras 不過我怕我吃不完 所以就沒問題了 煮菜有什麼好處呢 最重要是 我們可以無限吃 只要你不要浪費食物 你可以選擇一個 可能沙律 喝湯 兩個煮菜都可以 最重要就是 不要浪費食物就可以了 就是你不要一次過叫完 你吃完一個不夠 你再叫OK的 但你不要說 煮了三個都好吃 我叫完三個 但可能你吃不完 那就浪費了 所以如果你不夠吃 或者你想吃多樣東西 而你吃得完的話 你是很歡迎這樣選擇的 或者有朋友一起 就一人叫一個 當然了 有些船現在已經 怕你那些人浪費 只要你每人自己一份 那你就知道哪一隻 是呀 吃壞的規矩 所以大家要做好一個榜樣 它就會保持有這個 可以讓你試多幾樣東西的 一個慣例 今集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 讚好和分享給喜歡玩游輪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 期待在郵輪上見到大家 拜拜